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8日 星期一 早上的第一節 先去談談本地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天蘋果頭條的報導 國際學校都出現了退學潮 誰知道呢 因為那些二手國際學校債券和本金券 遭到劈價放手 根據一家會籍投資公司的負責人所說 就說有部分二手國際學校債券的持有人 由於他要舉家移民 於是才是急於放手 另外我們又會去看看葉劉和施永青 如何唱衰BNO移民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國際學校的退學潮 其實有部分經濟條件相當充裕的家長 他們想增強自己的子女 入讀國際學校的機會 於是他們就不適以極高的價錢 購買由國際學校所發行的債券 或者是本金券 而這些債券或者本金券 可以提供給持有人 換取入學提名權 以增加他們的子女獲得六取的機會 所以其實他們買這棵東西 無非都是為了自己的子女 得到他要舉家移民的時候 當然買這些東西都變成沒什麼作用 於是就會放手 最誇張的那張二手債券 就是由漢基國際學校所發行 本來有個市價值1200萬 但是持有人就劈價超過一半 去到500萬就已經可以成交到了 當然根據會籍投資公司的負責人所說 持有人都要急著移民 所以才是割價得那麼厲害 至於其他的二手國際學校債券 平均都是有降價的跡象 其實出現這個國際學校移民潮 有多重因素疊加 根據這篇報道所說 主要因素就有三個 第一 就是有部分家庭 即是有錢些 他就決定了舉家移民去外國 當然自己的子女都會去外國讀書 所以就不需要再讀這個國際學校 第二個因素就是 有部分跨國企業的高級職員 以往就會全家搬來香港一起定居 但是現在基於疫情的關係 和政局不穩 所以那些家人就留在原居地繼續住 他隻身來香港那處打工就算了 所以對於國際學校的需求 又是有所下跌 至於第三個因素 就是有部分的學生 原來在離港之後 沒有再回頭 為什麼呢 就是基於疫情的因素 因為來回相當之不便 所以有部分人沒有回來 所以國際學校的退學潮 就是多重因素跌加 而讀得國際學校的人 都肯定非富則貴 根據最新的資料顯示 核下有22間分校的英基學校協會 今年度的學費是這樣的 小學一至五年班 就是十一萬五千元一年 去到中學又怎樣 八至十一年班 即是初中 就是十三萬三千元 去到高中 最後兩年就是十四萬元 即是你看看那個學費 完全是被中產以上的家長 才能負擔 換言之 即是這一班的家長 都開始 是有進了 如果不是 就不會說國際學校都退學潮 我相信 在這一班退學的學生 和他們的家長當中 大部分 他本身已經擁有了外國護照 絕對是可以怕屁股 走人 所以那些建制人士 就不需要 將這個國際學校的退學潮 又歸咎於BNO5加1的因素 因為這一班人都非富則貴 我相信大部分都已經 入籍了外國很久了 或者那些小蚊子一出生就已經有了 都不出奇的 所以就不要什麼都賴了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 他接受HK01訪問的時候 又去隔BNO移民 他真的有很多話說 關於BNO 我相信他是建制派當中 講BNO最多的那位政客 這次他又有什麼話說呢 他又說 葉劉說 英國的生活並不是想像之中那麼好 除了倫敦是五光十色以外 其他城市並不富裕 香港的生活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好 如果這樣說 全世界當然是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你整天養人最不好的地方出來說 沒有話好說 葉劉又說 香港人在英國找工作就不容易 他就以教師行業為例 教師就需要在英國適應當地的學生 又說在當地教中文就沒有那麼吃香 教英文又未必夠當地人競爭 真是好笑 那你如果是教中文的 去到英國當然就是不會那麼吃香 這些是叫找來講的 那你不如說教中市的直酬沒有市場 對不對 唉這些是特例 還有在香港教得輸的 十個有九個九都不會走 因為香港的教師薪酬是高得很厲害 你對比起其他國家來說 你葉劉還以為 現在去做一個文憑教師 還是許貫民70年代 去做教師的年代 每個月拿得675元 很愚蠢 做教師 十個有九個九都不會走 好了 然後葉劉就說 他說他去到當地也未必有人請 這句反而是忠肯 哈哈哈 你去到你有什麼會做 你只是做過政府官員 又只是做過這個 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 那麼葉劉去到英國 又真是沒有什麼適合的職位 難道叫你去選議員嗎 難道選市長嗎 唉 真是 那麼他也有多少自知之明 好了 跟著下去 他又說到 說北京現在就有時間慢慢考慮 他認為大陸就不急於處理雙重國籍的問題 他又好惹 現在他又說大陸不急於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之前他自己很急的 慢慢在這裡又提出很多建議 又說去到這個BNO人士 入籍英國之後 就是要取締他們的居港權 取締他們的特區匯照 取締他們的中國籍 現在又說可以慢慢考慮 之前你這麼急做什麼 這個算不算轉軚 現在又說不急了 之前猛說的 現在知道上面 不是很想碰這個議題字 他又說不急了 實情一動這個雙重國籍 是牽連甚廣的 你葉劉當然 眼中只是想對付那些平民百姓 拿著BNO5加1移民英國的人 實情一動這個雙重國籍 你不單止是打擊到這一幫人 你是打擊那些精英階層 你是打擊那些港票人士 多少權貴在過去二十幾年 下來香港申請了特區護照 然後就借著這個跳板 又再移民去外國 那些很多是雙重國籍人士 二十幾年時間 什麼人都有 孟晚舟都有 特區護照 你葉劉看東西 不要這麼狹窄的視野 你要顧及上邊 有一群這樣的人 原來是在香港的 又要顧及那些精英階層 很多都是拿著外國護照 叫外國的 你不看別人 你只看BNO5加1 你只看那邊 不行 你側向一邊去看 你顧及不到整體的利益 哈哈哈哈 不知道怎樣做行政會議成員 他又提及到一件事 就說澳洲和紐西蘭 作為五眼聯盟的成員 就未有表態 他就說國際反應是比他預期少 其實澳洲都已經是承認了BNO 紐西蘭也沒有說不承認 為什麼他說國際反應比他預期少 不知道他這篇訪問是 什麼時候做的 可能他做這個訪問的時候 澳洲未曾說繼續承認BNO 其實我也說過 只要一個國家他不是發一份公告出來說不再承認BNO 他基本上都是承認的 其實你逐個問都是逐個叫他表態 他不表態都已經是表態 除非他故意發一份公告出來說 我以後不承認了 暫時全世界都未見到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做 除了中國之外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施永青有一篇文章 今天 他最後那段值得說一下 他說如果中英關係進一步惡化 移民英國的人就要有心理準備 他們就可能會在英國遇到更嚴重的排斥 因為對於普通的英國人來說 他們就分不清誰是香港人誰是大陸人 可能一概都會視作和英國關係惡劣的中國人 而英國近年的國歷下降 人民的生活每況愈下 排外情緒一定愈發嚴重 移民英國很難會有好的感受 實情 他說移民去英國的人就會遇到排斥 這些就是假設 老實說 就算中英關係進一步惡化 我又不見得到 為何作為一個香港人移民 去到英國會遇到排斥 反而來說 有部分人可能覺得生活在香港 都已經遇到很嚴重的排斥 對不對 在社會當中 他都好像沒有什麼角色 沒有角色 他爭取民主有失敗 現在這個環境就不用爭取了 好了 當他決定要做政治明白人 努力賺錢的時候 又發現得到原來買房子 遙遙無期 樓價太貴 可能對於這些人來說 他生活在香港 都覺得遇到很嚴重的排斥 那說鬼嗎 對不對 所以別人決定轉換一下 場景有什麼問題 我又看不到為何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會遇到排斥 找來講 他說英國人普遍分不清 哪些是香港人 哪些是大陸人 我又覺得這個情況 隨著BNO5加1的計劃的推行 就是會有所改善的 不會看到你黃面孔 黑眼睛 黑頭髮 就當正你是大陸人 甚至乎 有不少香港人去到英國的時候 都被人問到 你是不是來自日本的 我相信不少人有這種經驗 不一定就是 以為你是大陸人 這些就是不當如設 好了 他又說 英國近年國力下降 這些全部都找來說 說到英國的生活水深火熱 人民生活每放月下 不知道還以為他在說香港 實情為香港來講 很多行業的高級職位 根本上已經是港票天下 這件事我相信 我相信施老闆自己清楚 尤其是你看到金融界 金融就是香港最核心的行業 很多都是由港票人士來做 甚至乎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現在的盛傳會不會是由李小嘉來跑出 那都是港票人士 講國語講普通話 不是講粵語 那為什麼施老闆又不在這篇文章當中 說完這個現象出來 有偏頗 你只是說人家英國如何如何 香港又怎麼樣 對吧 先顧好自己的報紙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